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爱爱不顾一切很很爱 可是同样是四位花样美女组成的曼陀花组合就没有如此的好运气了 夏瑶 萨吉 钟淳妍 曾祺带来妖娄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曾在花朵朵上有过惊艳表现 又在五场试音会上拿到首个通勤阵的下摇 也许是在团队里没有太惊艳的表现 也许是这样的曲风不太适合这位姑娘 最终淘汰 多少让人唏嘘 在上海战的终极试音会上 马海生的亮相一度引起了热议 虽然只是在片尾的门开起镜头中一闪而过 但她也是凭借实力赢得了偶像学院的入场券 而与之前观众眼中帅气潇洒的形象相比 孟之声中聚起了胡须的她 脸上多了一分沧桑感 身材也发福了不少 显然这样的状态让首次坐上孟之声评委席的郭敬明 很势不满 但总算低空飘过 而曾经韩红曾笑颜要一起组团唱歌的大女孩组合 最终也止步30强 暂时未能完成他们胖女孩的梦想 孟之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乐视网 乐视娱乐整理报道 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